在聖靈因果上,我做了很多測試 第一,我有很多親近神 在經歷聖靈聖會後,當時在墓會 我用長時間祈禱,後來我離開傳統教會 我每天用長時間去訓練一群聖聖 當時我操練,我發覺是不同的 按手和被按手不同,我自己也是 例如我和人按手,我不會一直移動 但如果有人和我按手,我會移動 有些我就一直移動,有些沒有那麼大的能力 我是感受到分別的,而且是有程度的 其實我在聖靈因果運作,我發覺 那程度是很不同的,我試過那時候 在香港一間教會,去了很多次 就是有聖靈因果的訓練,他們很投入 我還記得有一次我們的操練是這樣的 有一個人是非常敏感聖靈的 有兩個人,我便說 聖靈的能力在我們周圍,不僅在我們人身上 我試了一件事,叫一個人和我一起 一起祈禱,聖靈充滿強烈 然後我叫另一個人,我當時叫他走過來 我叫他走過來,他不是衝,不過是跑快點 你過來感受性能力,但當時的反應令我很驚訝 因為他走過來,不是跑100米的速度 很快地衝過來,一衝過來就反彈 還沒見到我們的時候反彈 即是我們可以進入一種強烈的神動作 也試過聚會,那些人是很強烈的經歷 其實我都發覺同一個人,同一個人祈禱 在不同的次數都是這樣的經歷 但其實我自己來說,我發覺那個經歷在當時是強烈 但過後也看過那些長線的保存 聖靈的同在,他如何持續祈禱 所以我很多時候會告訴大家 不只是追求那一次的強烈 但我們都要追求,應該追求每一次都很強烈 每個人都很放鬆,聖靈臨在整個地方就會加強烈 我很想我們的課程再提升 我覺得很多人是比較疲同 未學到這個靈,在靈裏發出 我今天有兩個人都能領回到 祈禱之後,他一呼叫又起落 一呼叫又起落 其實應該提醒他們要保持 找他們說要保持 我會看到有分別在這裏 這也是可以建立的 那時候來講,我每個星期都去參加聖靈充务聖靈 是用很長的時間祈禱的能力很大 以及我試過參加聖靈充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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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靈 我明顯看到有時為人祈禱,他很快就釋放 但有時,這也是那個人的反應 有些人是很難經歷的 有時有個人經歷很強,下一次他未必經歷 總是有很多因素在裡面 希望我們每個都這麼放 我亦都覺得我們本身可以提升 還有其他人可以提升 我都期望聖靈的同在在我身上越來越加強 以致服侍更加帶著能力 會殺人 很快 很不了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